二戰末期日本帝國主義日薄西山 1945年的8月 蘇聯對日宣戰之後 蘇軍就立即在朝鮮北部登陸與日軍作戰 仗打的非常順利 蘇軍一路向南推進 帶有佔領整個半島之勢 而這時候的美軍在朝鮮完全就沒有兵力 他們還在老遠的地方與日軍激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了不讓蘇聯整個吞併朝鮮 美國就想了個辦法 這樣吧 咱們來劃條線 你一半我一半 他們提出了以朝鮮中部北北38度線為界 與蘇聯劃定了日本受降托管的範圍 蘇聯管北方 美國管南方 蘇聯也很愉快就同意了 這就是朝鮮半島長期分裂的導火索 在蘇聯的支持下 北朝鮮人民委員會成立金日成擔任委員長 這個金日成出生在朝鮮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 在日本吞併朝鮮期間 有許多的朝鮮居民奮起反抗 其中一部分人被鎮壓了下去 而另一部分人則越過鴨綠江跑到了中國的東北 其中就金日成 1925年的時候 金日成跟著他爸逃亡到了中國 之後他參加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動 還加入中國共產黨 和其他的朝鮮同胞在東北一帶抗日 1945年 蘇聯搞定日本之後 金日成就被蘇聯方面宣傳為抗日的英雄回到了朝鮮 在蘇聯的服飾下 1948年他被選為主席和內閣首相 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今天的朝鮮 在北邊金日成上位的時候 南邊美國也扶持了李承晚成為了內閣首相 宣布成立大漢民國 也就是今天的韓國 這時候南北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朝鮮半島唯一的合法征服 都企圖要用武力來統一朝鮮半島 所以三八線上從來都不平靜 兩邊時不時的就來點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因為矛盾沒有辦法調和 終於在1950年的6月25日 朝鮮得到大哥蘇聯的默許不宣而戰進攻韓國 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爆發 剛開始的時候朝鮮方面打的非常的順利 基本上是碾壓式的優勢 沒有過多久就攻佔韓國90%的土地 眼看馬上就要統一了 美國這邊看到自家小弟被欺負會不吭聲嗎 於是就鼓動聯合國出兵朝鮮 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 通過第84號決議同意出兵朝鮮 接著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 開始大規模的反攻 迅速就扭轉了局勢 但是之後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 蘇聯秘密參戰 中國抗美元潮 經過了三年的戰鬥 南北雙方都損失慘重 最終達成了停戰協議 還是以三八線為分界線互不侵犯 而這一現狀也一直維持到了今天 好了 朝鮮史簡單的說完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訂閱 下次見 請進去 請進去 完成 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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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